揭秘郭世强下课始末 外线主力起逼宫 郭艾伦失去核心话语权 90比101 在辽宁南兰遭遇到复赛之后的第三场失利以后 俱乐部决定更换球队主教练 现任主教练郭世强下课 去年刚刚退役的球队功勋后卫杨明 将接替郭世强成为球队新一任主帅 更要命的其实是郭世强与队员的关系方面 从第一场惨败北京首钢到昨天汉服浙江南兰 球队几名外线球员在重压之下 与教练组之间的反馈已经是越来越少 而像刘燕宇和王化东这样的年轻球员 在队内本身也没有话语权 郭世强对球员们的精神激励作用已经是越来越小 这也是郭指导选择离开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球队的控制 除此之外 球队核心郭艾伦同样遭遇了困境 在惨败首钢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郭艾伦表示了对终生代队友的不满 虽然他的语气以及言辞都比较委婉 但对于已经成为总冠军球员的外线队友们来说 这样的表态显然有些不太妥当 尤其是郭艾伦本人作为核心的表现同样不及格